华联县环保局特别配合政府响应 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国际浸滩日 特别举办了向海致敬浸滩的活动 以亲近海洋为主题 透过浸滩活动 攜手华联各社团和NGO团体 海提任养单位以及志工约80多人 一同在七星潭海提减食海岸的废弃物 来维护七星潭的美景 在净探活动减食了大量的海洋漂流垃圾 有宝特瓶吸管塑胶提袋 免洗餐具鞋类甚至有针头 而这些废弃物绝大部分都是人类未经环保处理 而随即丢弃的塑胶制品 随地丢弃而流至大海 并随着洋流漂流至全世界各海岸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并表示 详应国际浸滩日让亲子走进沙滩 亲近海岸唤起民众保护海洋的意识 我们浸滩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 虽然海岸的干净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 那同时环境教育的实践更为重要 那这个让小朋友来实践了解更重要 也有民众表示在花莲县政府基地的 推广保护海洋环境 而在今天的浸滩活动当中 明显可以看到人类所制造的垃圾变少了 大家现在的一个概念都不一样 就是环境是靠下大家 民众大家一起来维护的 而不是政府一个人在独立做是做不起来的 是不是大家要同心同德 在政府极力推广保护环境 以及环境意识抬头之下 民众了解到污染了美丽的海岸 将会造成赖以海洋为生的许多鱼类 海龟 海鸟等生命 物食了海洋垃圾而无辜死亡 记得临结新城乡采访不到